国内五大电信公司终于入股国家数字公司 并且可能会增加财息哦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直播晚期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国内五大电信公司 田地通数码 民讯 马电讯 幽默宝和杨忠理电力 终于入股国家数字公司 这些电信公司需要支付大约4亿2000万令吉 来收购国家数字公司20%的股权 科纳格同行分析员认为 考虑到各家上市电信企业的整体收入庞大 这次认股的所需费用 相信不会对负载率造成显著的影响 此外 通过入股国家数字公司 来获得第一个5G网络使用权的电信公司 未来的盈利将不会受累于5G平谱的摊销费 和网络基建的减值费等等 而且也不需要负担国家数字公司的贷款利息 另外分析员还说 如果国家数字公司为这些电信公司贡献的收入高过成分 那将为这些电信公司贡献更高的盈利 这意味着可能提高这些电信公司的派息能力 并且增强信贷的空间 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 今天是申请领取100令吉一马丹尼电子现金的第一天 民众踊跃申请领取一马丹尼电子现金的同时 财政部提醒大家万事小心不要遇到诈骗 财政部发文稿提醒大家 谨慎提防有人说可以提供现金提取或是电队点转账 这是要避免拿到电子现金的民众陷入诈骗 最后损失了现金 财政部表示 财政部不会对这项一马丹尼电子现金的损失负责 如果政府接到任何关于点对点转账和现金提取的投报 将会采取严厉的行动 封锁犯罚者的账户并没收电子现金 我们把焦点转向国外 比特币自2022年5月以来第一次触及4万美元 而降息预期叠加交易所交易基金的需求增加 这一规模的最大数字资产延续了今年的反弹势头 本地时间星期一早上7点 比特币达到4157美元 今年涨幅达到142% 去年TeraUSD稳定币崩盘之前 比特币曾经达到4万美元 之后数字资产暴跌 加密货币领域出现一系列负面事件 先进入一段股市快报 结束后继续为大家跟进三支股项 一会是IHS医疗保健集团 亚通和美亚第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根据外媒报道 IHS医疗保健集团希望通过收购来拓展新的市场 比如印尼和越南 新业投行研究对集团的扩张计划感到乐观 因为集团正在渗透进高增长的地区 同时 集团设下了5年内增加33%或3800个船位的新目标 显示了集团在大马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实现增长的决心 另外 土耳其的SEBATM依然在面对困难 不过 随着土耳其央行正在努力控制通货膨胀 管理层乐观看待有关业务的前进 行家为时买入平均目标价60级90仙 亚通上个星期宣布与SPACLINE英国有限公司签署无条件买卖协议 以5000万美元出售RENO空股有限公司 而RENO空股有限公司持有NCEL80%的股权 马银行投行研究认为 出售尼泊尔业务让亚通消除了当地投资的风险 尤其是未来不需要再负担尼泊尔的税务责任 因此 对行家来说 出售的价格已经不重要 再移除了NCEL的盈亏贡献和更新天地通 数码网络的预测之后 行家上调亚通今年的盈利预测9% 但是 下调了2024和2025年的盈利预测 而在剔除了NCEL后 行家根据家种估值法将亚通的目标价下调到3令吉 但重申买入平均 大马投行在出席美加第一公司的汇报会后了解到 美加第一公司在辽国的东沙洪水坝 受到水位下降和维修工作的影响 2023财年的可用性悉数从2022财年的94.6%下降到91% 不过 在汇率利好和电费上场的加持下 行家预计 本财年东沙洪水坝的盈利将会提升5%到4亿 6,070万令吉 明年 美加第一公司对东沙洪水坝持股的提升和水坝涡轮机的完工 将分别带动2024财年经历5%和2%的增长 另外 旗下石油化工合资公司Edeno Technology的运营也逐步稳定 行家预计该业务莫及的亏损将会降低 行家给出买入评级目标价40级 岁数五仙